哈囉各位電腦好朋友大家好 那年假最後一天 我們來逛逛我們的建立園區 這裡種了一些果樹 蠻多的,很久沒有過來了 那這顆,進口前面這顆是牛奶果 是石森苗種植的牛奶果 是之前呢,為了要嫁接我們的扁石榴 然後去嘉義買了那個石森苗 一顆50塊錢的牛奶果石森苗 拿回來,結果沒有嫁接完呢 我們就把石森苗種在這個建立上面 那種著種著,今年是第三年萊花 那前兩年呢,都沒有掛果 那今天呢,我們來到園子裡面之後 發現,哇,掛了一顆 掛了一顆牛奶果的果實 不大,但是已經確定是掛果成功了 它的果形呢,不像扁石榴 這什麼品種不知道,是綠果呢 還是植果,還不清楚 那判斷它的葉子呢 它冬天的葉子並沒有轉色 所以我研判啦 可能是綠果或者是粉紅色的粉紅包 我又看到那邊還有一顆 這邊又一顆 所以零星掛果啦 少少的掛果數量不多 那這顆牛奶果呢 是十森苗種植的 種在這邊大約有 四年 三到四年 應該有四年了 那我們再看一下旁邊這顆 那個流連蜜 這是一顆我們自己用靠接的流連蜜 而且靠接的枝條也是十森苗種起來的枝條 那去年已經有長果了 去年長了三顆果實 風味很不錯 但是果包不多 果包很少 那可能是 可能是新殘果的樹啦 所以它果包不多 我們看一下上面 我們今天來跟它灌溉一下 我們看一下上面 已經有萊花了 已經有萊花了 上面又萊花了 而且已經有母果了 希望母果產生在哪邊呢 看不太到 沒關係 在那邊 在哪裡呢 OK 我們拿個椅子過來看一下 好的 那進入前面這顆果呢 應該是 母果 你看它的那個 果實上面的一個 一個 它的一個 樣態 跟公花 不一樣 這是公的 然後這顆是母的 所以今年 然後這邊 這個 這個應該也是公的吧 今年應該會來比較多的母果 去年來了三顆 今年我們期待 期待一下 看有沒有辦法破五顆 今天目標五顆就好了 第二年目標五顆就好了 那我們 靠街部分部分的地方喔 復原的非常好 它的這個 這個整個口 這個 架尖點這個口 整個快被包起來了 這已經復原的蠻不錯 而且它的一個 粗度 很粗了 比我腿還要粗了 所以這顆 琉璃蜜應該可以在這個位置呢 好好的發展下去 未來應該會 一年比一年 產更多的果實 我現在鏡頭上面呢 看到非常多的那個 公花 那零星帶出了一些母花出來了 相信今年會更多啦 我預期應該 至少要五顆以上吧 第二年產果啦 這樣我想應該是可以了啦 那未來呢 希望它底下的這邊 底下這邊 我幫它在旁邊 側邊呢 再做了一個 那個橋接的兩支 那個琉璃蜜 希望它 明年看有沒有辦法開始 來花來果 這個天年假 帶各位來看一下 我們這塊建地的一個 目前果樹一個 現況 很漂亮喔 很漂亮喔 這顆琉璃蜜很漂亮 所以十森苗 種植十森苗 都很值得期待 包含這顆牛奶果 你看 莫名其妙它也來果了 而且順利的灼果成功 而且這顆樹形喔 蠻漂亮的 從矮矮的地方就開始分岔起來 然後從這種 這種 開心型的一個 一個分布 因為之前這個 我有幫它刻意做一個塑形 然後中間該剪掉 該往上串的一些資料 該剪掉都剪掉 所以現在看起來呢 我覺得個人非常喜歡 這樣的樹形 在樹下呢 可以乘涼 然後摘果呢 摘果也很方便 隨 隨手可得啦 我們看一下這邊之前看得多 這邊有 這邊有佐果 可是這個佐果果實還小 所以不能確定它能不能 最後能不能留下來 像這顆就黑掉 挖掉了 這還有兩顆 很不錯喔 好我們再往前看一下 我們其他的果樹 這顆也是十生秒種植的黃金果 目前還沒開花 那這顆 這顆是十生秒種植的菠蘿蜜 已經第三年來果囉 我們看一下這裡有顆果 喔 今年 比較早來果 來了一顆 那其他的 其他的果還沒來 然後旁邊 錦鱗的旁邊的芒果也開花了 喔 水蜜桃芒果 開花了 那前一陣子 我在這邊呢 種了一顆 印加果 讓它在這圍牆上面 在爬 那你看印加果 它也來果了 印加果很可愛喔 很漂亮 也來滿多顆的 那印加果呢 它是非常好的 一個實用油的 一個 榨實用油的一個材料 聽說它的 Omega 3 含量非常高 是非常不錯的一個 食用油的一個材料 但是因為數量少啦 所以我們不會去榨油 可能到時候種子 那來炒一炒 就可以跟 刻瓜子一樣 蠻好吃的 好 我們再往前看一下 欸對 漏掉一顆 喔 這一顆 沙湯菊 也在萊花了 自己嫁接的 好 往前 食生鳥種植的 楊梅 這個等大一點 然後我們再幫它做嫁接 那旁邊是一顆 很大顆的一個樹葡萄 每年都產果產很多 這個樹葡萄很大 再來是我們的荔枝 這顆荔枝是 玉核包 但是我有幫它做一個架接 這邊接了一顆 來這個接點 這個枝條長上來是無核荔枝 那另外這邊呢 這個枝條 長上來是黑葉荔枝 所以目前這一顆荔枝呢 品種有三個 黑葉 玉核包 以及無核荔枝 當然無核荔枝在這邊 如果萊花的話 它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種子啊 因為它 跟其他的花 做椒花的話 以我的經驗 它會產生種子 那再來這顆是最大顆的 已經有 超過一層樓的高度了 這顆是羊梅 這個羊梅 很好吃 非常非常好吃 只是羊梅狀態這邊呢 不穩定 有時候會長果 有時候不長果 要看氣候 它也是跟荔枝一樣 還有熔岩一樣 需要那個 冬天要低溫 然後醞釀它一個花芽的分化 那今年花芽分化的還不錯 所以今年我想應該是會有果子可以吃 今年冬天溫度蠻低的 所以應該會有果子 接下來就需要一個水分 接下來如果水分的話 它會應該 外來長得還不錯 這是羊梅 很大顆的羊梅 好我們再往前 再往前這顆是釋迦 這顆釋迦是 最不受青睞的 因為釋迦在這邊 每天每天都沒有辦法照顧到 都被果蠅給釘咬到了 我們在這邊也掛了一個 補蠅燈 補果蠅的 裡面非常多的果蠅 好再往前 這顆也是食生鳥種植的酪梨 它已經長果 已經長果到 長果兩年了 今年是第三年 食生鳥酪梨 這顆酪梨非常好吃 但是呢 它的缺點就是 種子太大顆了 所以果肉的可食率比較低一點 今年也開始來花了 今年也來花了 它花都出來了 今年我覺得它酪梨長得應該會還不錯 應該不錯 那再來這顆是 巴勒 這顆巴勒是 呃 珍珠巴勒 是我自己高壓的珍珠巴勒 那接下來這顆酪梨 是從 耀德老師 耀德兄那邊 取 接穗回來做牙接的酪梨 去年長了七顆低黏 今年應該會長更多 也已經來花了 這顆酪梨是A型花酪梨 什麼品種我不知道 但是它 在這邊呢 可以自花壽粉 我覺得它 表現還不錯 A型花這種 有時候它的花 有些中午的時間點 會有點重 會有點重疊 所以它有可以自花壽粉 那我在圍牆邊呢 種了三顆的茶花 兩顆天香 那另外一顆不知道什麼名字 那也默默悄悄的來花了 這三顆茶花是我自己做高壓的茶花樹 茶花樹種在這邊 我覺得還長得還不錯 欸長得還不錯 OK 年假最後一天呢 到這個建地果園呢 來看一下 覺得還不錯 生意盎然 OK 好 那帶各位這樣 逛一下 逛一圈 之後 殘果 我再拍給各位 做一個分享 OK 那我們今天分享 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拜拜